那我等你 好 喂 老公 你在哪呢 老妈 我在陪客户呢 什么客户啊 就是那个刘青 刘青松 你不是认识吗 不是约好了今天回爸妈家吗 真是对不住啊 这个刘青松啊 他是临时约的我 那你也应该打个电话告诉我呀 王志坚吞吞吐吐闪烁其词 可他究竟要隐瞒些什么呢 可是只是包不住火的 有些事就那么巧 挺美的哈 怎么了 老爸 你今天真的去见刘青松了 今天有查感了 我哪有那个闲心呢 你不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呀 我不就是见了一下我那个老客户 刘青松同志呢 你也认识 你说怎么就有这么巧的事 要不说无巧不成书呢 刘青松今天晚上给家打了个电话 说找你有事儿 你不在我街的 啊 你说什么呢 好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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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